俄乌战争进入12月18日 战场最新消息 乌军向内维尔斯克发起进攻 据守该地的俄军第110机动步枪旅 在乌军进攻下放弃了阵地 目前乌军还在向前推进 该地距离阿弗迪夫卡南部不远 乌军可能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侧应阿弗迪夫卡南部 阿弗迪夫卡南部的沃迪亚内和奥比特内方向 俄军再次发动进攻 在被乌军阻击后 又扔下大批装备和步兵尸体撤离 据媒体介绍 仅在阿弗迪夫卡北部 乌军就部署有9个旅 刚开始只有两个旅 过去一天 俄军罕见的在夜间派出装甲和步兵部队 但未能到达焦炭厂和铁路线附近 又遇到乌军的顽强阻击 再次遭遇重大的损失 俄军很少发动夜间进攻 因为他们没有夜市装备 很容易被乌军发现并见面 时隔很久再次发动夜间攻击 可能是上边要求其尽快拿出战绩的原因 此前各方消息显示 俄方现在急于在F16参战前 取得像样的战绩 否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而且有消息的佐证 俄方正在为应对F16战机的到来 在调整防空部署 下面的最新消息就是说的这事 俄军在调整防空设备时将自己的一架战机击落了 像赫尔松地区过去一天 俄军也显得很紧迫 出动坦克和步兵作用队 向克林基发动进攻 被乌军摧毁了至少四辆坦克和大量的步兵 同时乌军封锁住了奥列时机 克林基星卡呼呼卡一线的交通要道 给俄军的后勤补给造成困难 没有后勤补给军队就无法作战 也就很难阻止乌军向前推进 一位俄军博主称 乌军继续向地内薄荷左岸 调动增援大量部队 另有赫尔松前线的俄军抱怨 他们缺乏疏伤伤员的交通工具 也没有对抗乌克兰无人机的电子战系统 这说明他们的后勤补给线路的确出了问题 在当地时间12月17日 在赫尔松北部的尼古拉耶夫地区 俄军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一架自己人的苏二五战斗机 同时驾击飞行员也被证实死亡 刚开始俄方媒体称 在赫尔松击落了一架乌军战斗机 过了不久 俄兰什频道承认被击落的是自己人的战斗机 不是乌军的 而干掉俄军自己战斗机的防空设备也被爆出是俄军BOKM3防空系统 是他稀里糊涂的发射的导弹 12月18日凌晨 乌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石秋克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他说不是乌军击落的俄军战斗机 这是俄军协调行动的结果 他也说俄军本来是在测试A50预警机加防空系统新模式 为对付未来即将到来的F15战机 结果却先把他们自己的战斗机给对付了 截至目前 俄军防空系统至少发生了三次击落自己飞机的事件 这还不包括瓦格纳反叛时一天击落七架俄军各式飞机的事件 俄方在战场的表现已被外界多次质疑为拉垮 事故不断 横起来打自己人的事是有发生的 这也算大俄的一大特色了 乌方18日发布的战报显示 过去一天新歼敌1090人 再次连续两日歼敌过千人 同时当天还新摧毁了俄军装备 包括44辆坦克 60辆装甲车 38门火炮 三组多管火箭炮 一套防空系统 56辆后勤车 4辆特种装备等 俄军又度过一个损失惨重的一天 在军援方面 自己欧盟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后 欧盟各国加紧了援助乌克兰的步伐 昨天波兰宣布向乌克兰援助的M120-2K自行迫击炮已倒货 目前交付24台 媒体称波兰从换了新总理之后 对乌克兰的援助将会更积极 大个方面日前透露 在乌克兰战场目前有61.7万人在与乌军作战 而且下一步不动员新兵 而是改为征召支援兵 没有在4万人左右 乌方很少动员新兵 这可能与其兵力损失较少有关 同时也与乌方珍惜士兵生命有关 12月17日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会见了有关记者谈到动员新兵问题 他说摆脱动员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国防军现在总共有110万人 任何招聘部无法涵盖如此多的数量 他表示会继续强制动员 以维持乌军现有的规模 18日乌军总司令扎日内也谈到了这一问题 他说现在评估乌克兰武装部队新征兵项目 还为时过早 有必要回到以前有效的框架 他认为动员不需要加强 只需要回到以前那种模式就可以了 对接任的地区军事征兵官员动员效率问题 加入日内肯定了他们的工作 称他们是专业人士 知道如何去做 目前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 也出现了征兵局的柔性执法 他们呼吁更多人加入武装部队 以保持军队的规模 与乌克兰相比 俄罗斯的征兵力度明显大多了 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以动员80万新兵 加上之前参战的士兵 PMC公司等军队规模 要比乌方大不少 两者的区别是 俄罗斯在战场的人数占优势 而乌克兰在装备 训练上优势明显 俄媒当地时间17日报道 俄总统普京在接受俄电视一台 记者采访时表示 无论从地缘政治利益 或是经济 军事利益来说 俄罗斯没有理由与北约开战 这有点在说软和话的意思 其中无法直言的隐忧显而易见 但普京的另一句话 又引起了北约国家的警惕 他称与芬兰没有领土争端 但因其北约成员国身份 芬兰将有问题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俄罗斯正在大幅提高武器产量 以维持对乌克兰的战争 同时也威胁着波罗的海国家 格鲁基亚和摩尔多瓦 欧洲必须重新武装 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他也说 如果美国不同意新的援助乌克兰资金 欧洲显然也可以补上美国 对乌克兰援助的空缺 这说法跟之前德国总理舒尔斯说的一致 说明他们私下也有沟通了 未来 在援助乌克兰方面 欧洲国家会加速加码 而德国将可能挑起援助大量 昨天介绍 欧盟可能要对匈牙利动手了 果然又有了新消息 英国金融时报18日报道 欧盟国家正在酝酿剥夺匈牙利的表决权 以顺利签署给乌克兰拨款的协议 英美称 某些官员考虑了依据欧盟里斯本条约第七条 即因为违反法律至上原则 重新启动所谓的惩罚程序的可能性 这或将暂停匈牙利的表决权 一名欧盟高官说了句似是而非的话 他说 或许匈牙利还会制造更多的麻烦 或许匈牙利会迫使我们动用其他的资金 但最终匈牙利并不能够妨碍我们 确保对乌克兰的资金供给 不过他说的意思也明白 就是会保证援助乌克兰的资金不断党 上周欧盟各国领导人 在布鲁塞尔峰会上通过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入盟谈判的决定 当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在场 美国政治报说 当相关讨论陷入僵局时 德国总理瘦尔茨建议欧尔班去喝杯咖啡 免得难堪 欧尔班离开后 以弃权处理 顺利通过了入盟谈判决议 未来会不会还采取这种方式 让匈牙利弃权值得关注 有一点基本肯定 匈牙利以后很难拿着一票否决权 勒索欧盟了 因为各成员国已看清楚了他 好了 今天大雄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